第191集 熊丽说了两句,匆匆地离开了 方采营这时候也赶回去 无论是魏惊天还是徐黎龙都是强劲无比的对手 他需要调整一下气息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战斗 现场只剩下了张燕与四天主 四天主闭目而坐,似乎进入到了修炼的状态 但张燕却是分明地感觉到四天主那强横至极的精神力量正默默地留意着他 在四天主无微不至于的精神力量面前 张燕感觉到全身上下都要被四天主看透了 张燕苦着脸出声道 师父,我又不是女人,不用这般打量我吧 你这小子啊 四天主张开眼,笑马道 你的臭皮囊,有什么好留意的 老夫是在想,你到底还保留了什么底牌 张燕呵呵一笑,说道,这都给师父看出来了 不错,我还保留着一样底牌,那就是我的刀法破山斩 破云翼斩还没有完善 因此我现在最强的攻击手段就是这一世破山斩了 四天主摇摇头,说道 对,老夫隐形地感觉到 你人体内还有着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 这股力量与远古象力相似 但与远古龙力也有些相似 霸道之中变幻莫测,异常的神妙 这一股力量,就是你修炼的龙象之力吧 凭着龙象之力,你能够战胜一个五到九重中期的高手 张燕的心里微微一跳 知道瞒不过师父,只好点了点头 龙象公在第五层的时候 战斗力只相当于五到七重的高手 但修炼到了第六层之后 远古象力与远古龙力交缠到了一起 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 让张燕的战斗力直线提升 凭着强悍的龙象之力 张燕无惧任何五到九重初期的高手 即使是五到九重中期的高手 张燕也有把握战胜 出乎张燕的意料之外 四殿主没有一点不高兴的意思 只听到他欣然地说道 张燕你做得很好 以你现在的实力 即使是五到九重中期的人 别很难战胜你了 为师 就等着你击败魏惊天 与徐黎龙二人将魏国新人王选拔赛第一名拿下来了 张燕自信地一笑 说道 这个没问题 魏惊天与徐黎龙二人虽然是难得一见的天才 拥有惊人的实力 但张燕的实力大尽之下 即使是雄力这么强悍的人都能够击败 魏惊天与徐黎龙再强 张燕也是有着实诚的把握将他们击败的 思天主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道 看来 你是一个机缘不错的人 你的实力 已经不错了 但你手里的重刀 已经无法再将你的实力发挥出来了 现在 你就随我到兵器库中 挑选一把自己中意的兵器吧 张燕大喜 说道 多谢师傅了 张燕手里的重刀 乃是数年前打造出来的 打造重刀的时候 张燕的修为只有五到四重初期 使用这柄六百九十八斤重的重刀 正好适合 现在 张燕的修为 已经提升到了五到九重初期 实力大增 张燕只有使用更重的武器 才能够将他的力量发挥出来 两处箱的时间后 张燕随着四殿主来到了一个绝壁之前 四殿主当先而行 他的两只手掌朝着绝壁上面 拍出了数十掌 只听到一阵隆隆的声音响起 这个光滑如镜的绝壁 竟然朝着两边分开 露出了一个黑漆漆的入口 随着四殿主进入到里面 张燕只感觉到浑身突然的发寒 举目望去 只见绝壁之中 竟然被开辟出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在这一个巨大的空间里 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十多个兵器架 这些兵器架的上面都摆满了兵器 兵器上面散发出来的寒气 还有沙气 让整个空间的温度都低了许多 张燕对其他的兵器 离也不离 静自走到了一个古朴的兵器架之前 这个兵器架上面满满地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刀 有最为普通的刀 有薄薄的长刀 有柔软的可以卷起来的软刀 也有两个巴掌大小厚重无比的大刀 张燕只看了一阵 就感觉到看花了眼 张燕看了一阵之后 发现四殿主收集的兵器之中 大部分都是伪真器 只有一两件的真器 心里不禁地暗暗奇怪 似乎看出了张燕的诧异 四殿主解释道 打造出一柄真器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首先材料的收集就足够麻烦了 而收集到了材料之后 炼制起来也是异常地复杂 即使是炼器大师 也不敢保证自己一定能够炼制出真器来 像你的二师伯 他就是一个炼器的高手 但他十年的时间 也不一定能够炼制出一柄真器来啊 张燕对于炼器炼丹之道 丝毫都不了解 听了四殿主的解释 恍然说道 怪不得你这里的兵器 绝大部分都是伪真器了 嗯 我倒要看看传说中的真器 是何模样 说着 张燕拿起了一柄四尺来长的大刀 这一柄大刀上面刻画着 种种的悬傲线条 这些悬傲的线条 形成了一个个的阵法 显然是一柄真器 张燕仔细地看了一阵后 运转体内的真器 把一股真器送入到这柄大刀的刀身 真器涌入到刀身之后 刀身微微地颤动了一下 最后就消失在这些阵法之中 那样子就像是泥牛入海 看到张燕尝尝试着将真器送入刀身之中 四殿主笑了一下 说道 真器就是真器 需要先天真器才能够催动 只有真人才能够使用 你现在体内的真器虽然十分精准 但比起先天真器来 却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因此你是无法使用这一柄大刀的 我这里收集了还有不少的伪真器 你还是从这些伪真器之中 选拔一柄作为你的兵器吧 张燕点点头 把手里的大刀放下来 最后在一大堆的各种各样的刀中 挑选起适合的刀来 张燕现在的力量虽然超过了一百万斤 一般的刀 他根本不考虑 挑选的时候只挑重的和材质好的 挑了一阵 张燕感觉到一阵的失望 他发现这里的刀虽然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但却没有一柄真正的适合自己 张燕要找的刀 第一个要求就是要重 张燕希望能够挑到一柄三四千斤重的刀 但这里的刀最重的也只有一千多斤 离张燕的要求还很远很远 这让张燕根本就无法提起兴趣来 看着张燕失望的样子 四殿主微微摇头说道 你的力量大的出奇 能够背起一柄几千重的刀到处跑 能够轻松地挥动一柄数千斤重的刀 可惜呀 这里的刀都是打造给普通武者使用的 难怪你无法找得到合适的刀了 张燕苦笑一声 正于到别的兵器架上看看 突然一块金属碎片引起了张燕的注意 张燕大步地走过去 将这一片碎片拿了起来 只是看了一眼 张燕就全身颤抖了起来 原来张燕发现 这一片金属碎片分明就是一柄刀的碎片 并且这个碎片的材质 与他怀里的神秘刀尖一模一样 难道这一块碎片 与我怀里的刀尖 是同一把刀上的碎片 张燕感觉到一阵的激动 他的精神力缓缓地朝着这片金属碎片上 延伸进去 四殿主见到张燕拿起金属碎片 微微地吃了一惊 喝到 不要将精神力探入到里面 四殿主虽然出声警告 但还是迟了 就在他出声的时候 张燕的精神力已经探入到了金属碎片里面去 张燕的精神力量刚刚进入到刀尖之中 就感觉到了一丝可怕的刀尖从碎片里疯狂斩来 张燕只感觉到灵魂像是被人狠狠地斩了一击 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痛苦 让他差一点就魂飞魄散 生死汤茶 张燕连续地吐出了三口鲜血 体内的气息一阵的紊乱 真气和龙像之力疯狂地在体内窜动 差点就要走火入魔了 四殿主本来以为 张燕不死也要变成白痴 没想到张燕只是吐了几口鲜血 就调整了过来 吃惊之余 他出声道 这刀尖里面蕴含着上古大能的刀尹 即使是我也不敢直接地将精神力探进去 你这小子 贸然将精神力探进去 不死算是你命大了 张燕倒是没有听到四殿主的责骂 他的脑子里回旋着的 完全是刚才的那一丝刀尹 作为一个用刀的人 刚才那一丝贯穿古今 无可抵挡 无可匹敌的刀尹 让张燕整个人都站立了起来 师父 我决定了 我就要这一片碎片了 张燕平定了一下体内的气息 沉声地对着四殿主说道 四殿主的目光之中 露出了一丝肉痛之色 这一块碎片是他好不容易才收集而来的 里面那种划破天地的刀印 即使对他来说也有着巨大的好处 不过他既然答应张燕挑选了 心里再不舍 却也不能拒绝张燕的要求 当下他淡淡地说道 不就是一块刀片吗 你拿去就是了 说这话的时候 四殿主的脸上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张燕得到了四殿主的答应 心里不禁地大喜 连忙动手将这一片碎片收好 随口问道 师父 这一块碎片 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四殿主回答道 为师这一块碎片 乃是从一个上古遗迹中获得的 同时获得碎片的 还有大苹国珍殿的一个店主 大荣国的一个店主 还有大泽国珍殿的一位长老 这些碎片如果合起来 应该能够形成一柄刀 只可惜啊 东西分散在个人的手里 要想将它们合成一柄刀 那是不可能的了 竟然还有三块的碎片 我一定得想办法将这些碎片收集齐全 让碎片重新形成一柄刀 一柄蕴含着上古大能意志的刀 张也心里一阵的激动 他隐隐地感觉到 如果能够将所有的碎片都收集成功 也许能够从中参悟到什么惊天的秘迹 看到张也激动的样子 四殿主是笑道 你一定是想领悟里面的刀意吧 老夫告诉你 这一道上古刀意并不是那么好领悟的 我们现在所修炼的东西 与上古修炼大能修炼的东西 大大不同 要想从中得到借鉴非常困难 否则老夫也不会将它摆放在这里了 另外 这一道刀意贯穿天地 划破古今 精神力量弱一些的人 只是少一接触 就要魂飞魄散 当场死防 你要打他的主意 还是老老实实地修炼到真道之后 再说吧 张也微微地点头 这碎片里的刀意 实在是太可怕了 如果不是他的灵魂力量特别的强大 如果不是他有着一次类似的经验 只怕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了 四殿主的精神力量从张也的身上扫过 脸上露出了一丝惊奇之色 说道 你小子的灵魂力量真不错 背着刀意冲击了一下 居然只是身受重伤 这真是大大的出乎了老夫的意外 不过 新人王选拔赛就要到了 你现在身受了重伤 要想战胜魏京天与徐梨龙 只怕还需一番手脚 张也微微一笑 说道 即使身受重伤 想要战胜这两个人 也不是什么难事 三天之后 您就等着看吧 新人王选拔大赛 为期为三天 其中五到九重的高手 报名即可进入到前五 他们只需与同级的对手战斗 决出名字来就行了 而五到九重高手的战斗 就安排在三天之后 作为大赛的压转戏 四天主微微地点头说道 你有信心就好 不过你刚才被刀翼冲击了一下 灵魂已经隐隐受伤了 灵魂上的伤势最难治疗 没有一段漫长的时间 根本就无法恢复 为师这里有一枚定神针丹 你扶下去之后 可以加快一些恢复的速度 说着 四天主将一个小巧的瓶子 扔了过来 张爷也不客气 一把将定神针丹接下 这定神针丹 乃是真道高手炼制出来的丹药 功效比极品宁神针要好得多 这时候使用它来治疗伤势 是再好不过了 告别了四天主 张爷返回到自己的珊瑚之中 温养着自己的伤势 同时也要慢慢地 参悟着那贯穿天地的刀影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